假防疫旅館罚不怕 14天7千元年限已滿 政府規定凡是下週五入境者 居家檢疫要一人一戶 防疫旅館因此大爆滿 沒想到台中竟出現 不肖日租業者懶客 阻擋防疫短期租屋14天 提供非法居家檢疫住處 中市府查棄兩違規業者 依法分別開罰10萬及20萬 但開罰似乎無嚇阻效果 蘋果新聞網瀏覽租屋網站 發現台中仍有日租業者提供14天短租 金額從7千到1萬5百元不等 相較正規防疫旅館 一日2千元左右價格來說便宜不少 隔離者的家屬可以住在不同樓層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日租套房偽裝防疫旅館可依傳染病房治法 開罰3千至1萬5千元 你一定要跟市政府申請 旅館也能行證 連一般民眾都不能收住了 怎麼還可以收住建議 這類日租套房多未能依規定消毒清潔 動線混雜 若接待居家檢疫者容易形成 病毒傳播溫床 有可能引發社區居民感染的風險 準備要回國的民眾 可以預先請家人打電話查詢 合格的檢疫旅館 看你住在哪一區 譬如說你住在北屯 你就打北屯去公所的電話 他就會幫你安排 再不行的話就直接打1999 要自己在網路上面run定